各位朋友粉丝点菜点播 让我说说丁胖的金牌讲师最新的情况 还有在乌克兰奥德萨的咱们的吉祥物 这个王吉贤王先生的情况 这俩人呢都知道都是互联网上我们养的电子宠物 是吧 这个人家讲师最起码呢 讲师有一个正常的价值观 不说祖国的坏话 不当反贼 是吧 讲师呢在这个要饭的这条赛道上 无人可及可惜 讲师呢还是有一些身上呢 有一些旧案底不干净 而且呢 他这个走向美国这个事呢 在中国呢 也不是这个鼓励的一个方向 所以呢 他在中国的媒体上 现在几乎是这个全被封杀了 他的一些视频都是别人的账号在传啊 火是不可能再火起来了 他呢 在美国的这个要饭之旅呢 前两天我给大伙也说过啊 说艰难 而且危险啊 美国和中国还不一样 中国那么多的野外的这种国主都是什么一个人骑行啊 一个人流浪啊 在中国可以 在美国他每个州和每个州之间那就像不同的小国家一样 你知道吗 这个环境的变化超出你的想象 有的州 比如加州啊 对蒋师这种非法移民就非常友好 如果你再往这个外边走呢 那就不一定了 你比如说德州啊之类的这些保守州啊 那对移民 对吧 那非法移民 那就相当的不友好 而且这路上呢 美国的治安 您大伙也都知道啊 是吧 所以跟中国是天壤之别 我对蒋师这个美国要饭之旅一直都不看好 你知道吗 前两天的时候我说他被抢劫了 你看果然嘛 没有走出大洛杉矶地区就被抢劫了 一会我们看看蒋师报出来的这个现场 警察到了非常的危险啊 对蒋师这方来讲的话 大娃二娃也都非常危险啊 没准那个 结犯没事啊 这 市主倒是被撂倒了 美国经常这种事啊 各位 所以说我们先看看王岐贤吧啊 王岐贤这个货呢 待会也知识的啊 是靠他的营生啊 你别听他吹牛 我说什么做程序员啊 自从疫情以后没有这这个什么程序员了啊 这个他就是靠在油管上舔独流韵的屁股为生嘛 啊 而且他还没胆啊 打擦边球 阴阳怪气的嘲讽啊 是吧 然后呢 以这个抹黑祖国为他的生存之道 在油管上呢 积累了十几万的粉丝 可是呢 自从呢 他进了乌克兰的监狱以后 这个很奇怪啊 罪名他说是因为泄露了这个乌克兰的火力点啊 之类的啊 但是呢 他出来以后给他规定了两个就是保释期间的制度 一个是可能是不允许再泛黄了 可能以前那个搞SM呀 啊 什么拍那些跟那个老丈母娘一块拍这个Olefans 可能是不行了吧 啊 你要说他不牵扯到麦春的罪名 这事儿 是吧 你干嘛要限制他这个呀 啊 因为麦春在乌克兰也是违法的啊 所以这个呢 不能搞了 你看他这个出来之后 你就知道了那些不能搞了 那为什么不搞了呀 那显然是法庭说的嘛 再一个是什么呢 不能谈政治啊 啊 他自己也说法庭不让他谈论政治 那边说那乌克兰法庭总不让他谈论政治 谁知道 这玩意儿 是吧 名义上来讲中国依然是中立国呀 对吧 你中国的公民在乌克兰天天骂这个中立国啊 我觉得乌克兰的法庭可能说了 你这玩意儿也不能搞了啊 你要再搞我给你遣送回去啊 啊所以呢 你想想 他最大的收入来源不就是舔独龙运的屁股抹黑祖国吗 那这那如果是这个流量没了 那王岐贤的收入的来源就断了呀 而且他还有一家子乌鸡要养呢 什么小舅子呀老丈母娘啊啊是吧 大傻呀 那一家子乌鸡要养吗 对吧 所以他没有收入真的是要了亲命了各位 所以他付出了好多人都会说好 跟你说说王岐贤在油管又付出了啊 好多人都看着啊这个羊徒是吧 来气心里面来气啊 爱国的群众看着来气 但是呢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他的所谓的这个付出吧 他既不能这个泛黄又不能讲政治 那他在油管讲什么呀 啊讲他收的那些破烂相机 讲破烂相机这玩意儿 那你不舔独龙运的屁股 那谁给他打赏啊 那你还得舔的都舔到直肠盲肠里面去 像油管的这帮独龙运一样才有效啊 对吧 人家的快感的预值也高了呀 这个王岐贤不疼不痒的原来就没多少流量 不疼不痒的舔都没多少流量 你何况现在还不敢舔 所以你看看他第一期付出的视频啊 说介绍了一下作案工具啊 那天呢获得了六万九千的流量啊 然后呢后来呢就不行了啊 就比如说介绍什么苏联老镜头啊 八千次七千次四千次 就是一天前的这个视频 才多少流量啊 他一个十三万的订阅的频道 才多少流量啊 你们猜都猜不出来 一天前的这个视频才一千五百六十四次观看 十三万的频道才一千次干观看 所以王岐贤的油管的收入基本上也断了呀 没没没几分钱的收入了啊 所以王岐贤啊 这基本上你都看出来了吧 订阅他的这些观众那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一些人 全都是独轮运的那些弱智啊 当然还有一些看那个羊团笑话的 养电子宠物的啊 是吧 这羊团他也不知道仇的吗 是吧 那个油管没没几分钱了 那怎么办啊 啊 我就问各位 那那乌鸡一家的嗷嗷带骨 穷途陌路了吧 背叛祖国的人 背叛民族的人 是吧 该当此处啊 穷途陌路啊 穷途陌路啊 再看看 谁吧 讲师吧 嗯 讲师被抢劫了 这就是抢劫的现场 他们自己拍的 抢劫的现场啊 这个抢劫他的人 像个老末 蜥蜴的人 是吧 拿着手里拿着的是这个钢管 他车上拆下来的 还好像是在他的车上拆下来的扶手钢管 觉得他这车里边应该有东西 把他的玻璃也给砸了 他们发现了 发现了以后把他给堵住了 是吧 这堵住了呢 这个他们叫了警察来啊 堵住了以后叫了警察来 这个呢 我给大家呢 还得这个不能放他的这种这个 就是放他的视频 一个是版权 再一个是什么呢 再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视频呢 油管啊 比那个 比中国的那些 那些媒体啊 我跟你告诉你 左多了啊 左多了 你要是放这个抢劫的视频啊 这个 就就就就就很难啊 你你你你你这个这个最起码清了以后这个没有广告啊中了以后你这视频就没反规则你知道吧啊比中国那个媒体这方面左多了你你明白吗啊所以呢你只能听听声啊 让他放下啊滚蛋 赶紧给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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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是什么声啊各位 这是那个大娃拿了一个电锯邮具拿了个邮具不是电锯邮具邮具就是那个美国砍树的他们作为可能是有人送给他的作为自卫的武器 拿个邮具电锯杀人狂大伙看过吗啊那个系列看过吗 那挺厉害的啊 后来呢他们报警了啊 说我是中国人 我们是中国人没什么可抢呢 中国人才抢你呢 中国人在美国是钱包 爱戴现金啊 好像这个老莫精神不太好的样子也像个精神病嘛 反应很迟钝 抓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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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了 来了警察来了还挺快 因为还没有出大洛杉矶地区呢 还挺快 警察来了 先来了一辆警车 后来又来了一辆警车 警察来了以后啊 先指着大娃 让大娃放 因为大娃拿着邮具呢 他们警察搞不清 大娃又听不懂英语 很危险很危险 没准流浪汉没放倒 先把他给放倒了 大娃赶紧地把武器就给扔一边了 警察然后就把那个流浪汉 让他放下你那个东西 然后呢把流浪汉 给摁到地下 给戴上手铐了 而且让他们全部都趴到地下 不准弄 他们也全趴到地下 警察这个大胖子 先对着大娃就去了 很危险 相当危险 让他们全趴到地下 你看吧 让他们全趴地下 然后让他们把手机也放下 把那手机给我放下 这这这就是抢劫的现场 的确是被抢劫了 各位 这个有华人还采访了讲师了 说你们被抢劫的感觉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不知道 就是抢劫 不是他一开始 我们俩是睡在海滩上面的塔楼上面 然后我们因为大别墅睡不下 然后就让大娃一个人睡大别墅 是吧 我没睡太远了 对 这对 所以说从这件事以后 我们晚上都是睡在一起 对吧 就帐篷也是搭到搭到旁边 是吧 他妈的就来到旁边都不敢来 你为啥车不停在塔楼的底下 你怎么 我操了 我看我都不上不去 上不去 我这 这这人有毛病的 你说抢 这这破车还有啥抢 他没得可抢 哦 对 他抢他 不是 这路也是抢 他应该是侦查到了 就是大别墅只有一个人 一个人他就能放 但是他没想到我们还有两个队友在对面塔楼上 知道吧 他以为我们是一个人 而且大娃当时他拿了电锯哦 他的攻击距离太短了 知道吧 他妈在对面拿的是这个 他妈那是铁棍你知道吗 我操 他直接把这个棍他妈翻下来干干我们 我说 嗯 知道吗 他的近战 我说一寸墙 一寸墙一寸墙 我说 牛逼的很 我说 大娃直接没办法晋升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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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油脊光 他一寸墙一寸墙 都都都都了 就是说大娃他其实就算是能晋升 他也不可能上去伤害他 他顶多把他劝退 把他这聚成两半 撕 小心点 所以他顶多把他劝退 你知道吧 因为你他 他必须 而且当时他不伤害 就是说没有 大娃不伤害他是对的 知道吧 因为他妈的当时没有人不像 他说他烦咬你一头 我操 说你 说你抢劫他 我操 对吧 这说不清楚了 他不懂 他还在跑 我也说这个逼带 他在开警察 他在黑暗了 就是该打死了 我们让他放下武器 他不放 他来了 他放了 我操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说明你们三个对他 他够不上什么威胁 所以 所以我倒觉得 你应该给你们三个 一人买点大概帽 哈哈哈哈 买个 买一双保安 最搞笑的是 警察来了 第一时间把 那个大娃给他摁地上去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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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他看大娃他妈拿着电锯 知道吧 他警察来 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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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情况吗 我的 他直接 很危险 对着大娃说 抓废 抓废 哈哈哈哈 很危险各位 大娃应该立刻把他丢掉啊 警察拿来不丢掉 直接丢掉了 然后给大娃那个反抄起来 然后问清楚了 然后已经放了 看到警察来了 第一时间先放下武器 哈哈哈哈 第一时间趴地上举手 你管有没有武器 你也趴地上举手 对对对 他一看你没有伤害 他突然就跟你慢慢说 你手里哪有家伙事 他管你那的先给你来两下 对所以说 美国的要饭之旅艰难而又危险 各位这还没出加州呢 不过呢 那个人家蒋师在这条赛道上呢 你比如说蒋师现在好多群啊 那那那那些群里边 一个人给他交月费之类的啊 蒋师这就是一笔钱啊 然后呢在油管的频道呢 这蒋师这个流量呢 我看大几千美金 甚至是到一万美金也没啥问题 可是你要对比一下这个乌克兰的这位王极贤呢 你就看出来了吧啊 反贼和非反贼 是吧 这个天上地下这个境遇 王极贤被判了五年啊 在监狱里边注射了不明的液体 然后呢 什么也不敢说 也没有收入啊 一家的乌鸡也养不起了 人家蒋师一个人 是吧啊 带着俩这个助手 是走遍美国啊 很难也很难啊 危险而又艰难 不过呢 这个 钱小钱挣到了 但是国内的那个大流量的钱 挣不着了 是吧 你看没办法的事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点个订阅 咱们下集再聊